好 非得不忘 非得早餐 我是谭生龙 今天4月17日 星期三 礼拜三的时间 沈云聪的时间 长时间请老朋友的沈云聪 当然除了老朋友之外 最重要的是有学士 有才华 有程度的老朋友 为大家做国际财经的 这些讯息的整理跟导读 那这我们现场的沈云聪 谢谢你 让我美好一天的开始 停了就过瘾 对 你会感觉 我刚刚讲的那段话 是发自内心的 没有任何的沈云 嘲弄暗风 本来是觉得有的 你讲完这段话 我觉得你就是在沈云 这我也说觉得 我这要装 好像也不像 真的 对 太正经 完全听得出来 尤其是你的听众 对 就太正经 连我的来宾 连我的听众都说 你就把你想讲的话 讲出来吧 就是不要这么的难过 憋着会受伤 其实没有用的 你讲什么 人家都会觉得 对 大家也都 也都很担心 我憋太久了 会内伤 你知道吗 大家已经不知道 你在憋什么 你讲的哪一句是真话 哪一句是假话 对 其实我也不知道 好了 来今天的沈云聪 是时间 今天我们准备的几个主题 其实都是最近 很热门的主题 虽然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罗马也不是一天毁掉的 可是今天我们会前面两个主题 我们来关注一下苹果跟Tesla 这是美国股市的七巨头之二 我称他会做七大门派 对 七大门派之二 所以你每天关注全球股市 尤其是科技类股的趋势 你就看看这七只 在华山之巅 就这七大高手 对 就是这七大门派 你看他每天的走势 或者他的趋势性的走势 你大概就知道全球的股市的 就是说流动的方向 议题资金在往哪边流动 不管是Google 不管是Meta 不管是Amazon 然后Microsoft 然后剩下的就是苹果跟Tesla 好 特别是苹果跟Tesla 我之前讲过说 你回头去看美股 虽然这两天跌一点 但是美股逼近四万点 美股逼近四万点 你要知道在2020年 就是说Covid爆发的时候 美股一度跌破万点 好 但是你看到美股 过去一段时间的 长波段的多头的涨幅 我说美股从一万点到两万点 大概主要是苹果概念股 两万点到三万点 你回头去看是Tesla概念股 电动车概念股 三万点到四万点 这一波是AI概念股 NVIDIA 好 但是眼看着NVIDIA 现在AI概念股 仍然是当红炸子机 未来性看起来都还不错 现在透明度也很高 可是你眼看着只见新人肖 不见旧就人哭 看着苹果跟Tesla 它不是一体老了 而是这两家企业 看起来真的是出问题了 而这出问题也不过 就是这半年 突然间好像一些的海啸 就过来了 这两家企业 好像突然就面对了海啸 海啸第一排 之前苹果 远然是一个可以存股的对象 Tesla 远然是一个可以存股的对象 我好久没有问我的老朋友徐一鸣 徐一鸣反正全部都 特斯拉还在吗 我不敢问 还行 你不用对他担心 当然他买的Tesla 那个是很早 而且Tesla还分拆过 所以大概是不至于 顶多少赚一点 对了顶多少赚一点 好 但之前多少人压苹果 就像在过去你压台积电 你会觉得今天台积电多多风光 可是你看着这个 曾经觉得万无一失的 万年概念股 毕竟连谁 连巴菲特 巴菲特是从来都不碰科技股 他开始碰科技股 就从苹果开始 我不知道他现在对苹果的想法怎么样 最近卖了一票 好 OK 那我们就从苹果来谈起 苹果你看 每股从三万点到四万点 这两只股票不只是不动的 而且相反的 其实总体算下来是在下跌的 我们就从苹果谈起 苹果遇到什么问题 今年年初美国股市 我们都说你刚刚讲的是七大高手 七大门牌 就是占总市值的比例 基本上标准普尔500指数 就是看他们而已 但那就是年初的事 但你看今年以来 刚刚讲的Apple跟特斯拉 就双双就让人家觉得 你好像出了什么大的问题 那当然从跌幅来看 苹果大概跌了百分之十 然后特斯拉跌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从跌幅来看 特斯拉比较严重 可是实际上影响比较大的 还是Apple 因为Apple在标普500的成分 占比有百分之六以上 它权重很高 对权重是相对高 而且特斯拉的电动车产业 本来竞争就激烈 从去年大家就有所预期 它今年看起来会有很大的麻烦 但是Apple不要 Apple不只是市值重 而且它的商业模式 过去一直是美国创新科技界的佼佼者 大家都很期待 它能够带领整个产业 往前突破性的创新 可是你看今年以来 苹果从各方面都出了很大的问题 而且大家如果上网去看 或者你可以去Google说 为什么Apple股价下跌 Apple出了什么问题 你可以发现各大财经媒体 基本上分析的原因都大同小异 也就是说Apple出现的问题 是摊在阳光下的 大家其实你不用是什么太厉害的专家 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首先第一个 当然就是智慧型手机 目前为止所公布的销量 对苹果是非常不利的 根据最新公布的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2024年Q1第一季 全球的手机销量 Year over year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7.8% 其实7.8%这个成长在现在看起来是 有一点不理想的 因为照理说 它还要应该更大的成长率 可是成长了7.8% 那现在单季的总销量是两亿八千九百万只 我这个数字给大家参考 这是第一个全球性的 其中占比最高的Samsung Samsung 当然Samsung是鸡海战术了 对 但其实Apple曾经在上一季 大家还记不记得 去年12月我们讲上一季的数据的时候 它还超越 首度超越Samsung 成为市场率最高的手机品牌 因为它的15 Pro 15 Pro Mix出来 卖的还不错 但是很快的 你看这一季Samsung又搬回来 它目前的市占率有20.8% 总共销了6000万台 Apple排名第二 市占率是17.3% 卖了5000万台 排名第三的是小米 小米占14.1% 卖了4000多万台 但这个数字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在同一季 刚刚讲总体是成长7.8% Apple却是逆向衰退了 10% 而且这个10%的衰退 不是只有我们之前讲过的 中国市场 反正就是中美搞不定 所以这个iPhone Apple在中国踢到了铁板 不是这样子 它今年光是在美国 也是衰退的 只是衰退的幅度 没有在中国这么大而已 所以这个 就是这个停滞性的成长 对苹果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重伤 好 所以接下来就问说 那为什么会停止 消费者为什么不满 那最明显的两个原因 一个当然就是中国市场对它的抵制 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它自己在创新上的停滞 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刚刚讲的特别是AI Samsung最新的手机是 全面压爆在它的AI技术上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AI功能 是这一代的iPhone所没有的 它已经有AI按钮 对 所以就整体来说 Apple在 不管是手机功能 在使用概念 或者是在AI的导入上 都看起来落后蛮多的 我想这个是市场对Apple 打很大的问号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张Apple 几个问题 觉得大家也都有谈过 或是没有太当一回事的 Apple的手机 虽然它的i15 卖得好像还可以 可是我觉得它没有亮点 就是因为Apple的系统 是一个封闭系统 所以一个封闭系统 它大部分的动能 就会来自于换机的欲望 所以我既然用用你的 我被你绑住了 而且用用的也很习惯 这个封闭的系统也很安全 那苹果的手机 我觉得使用的安全性 不会担心病毒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这也是它的优势之一 可是这些的优点 它需要借助于原来的使用者的 换机欲望 譬如说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还在用我的i11 它都用到15了 我都还在用11 你说我们换机欲望 没有 而且我的手机 我当初买的时候 我也不是买顶规的 我容量都很小 我都没有想换 因为我想不出来 有什么这么急迫的 就是说的欲望去换 所以那个换机欲望就很低 就是没有亮点 以前因为没有一些 一些对应的一些的手机 可以引起媒体的好奇去讨论 所以苹果每次推新机的时候 你就觉得全世界的媒体 都在帮它再炒作 把它吹得像天一样 这个怎么样 那个就是已经进到这些很细节 你使用者感觉不到那细节上面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苹果这个亮点没有 第二个是我觉得 对苹果的总体的形象 其实还有一件事有伤害 就是他放弃他的造车计划 这件事情虽然整个的市场 觉得给他拍拍拍拍手 可是我觉得那个拍拍手 其实是很虚幻的 好像没关系 这点小商 你做这个决定是对的 做不下去就不要做 可是市场上面都没有去分析 就是说苹果竟然会在造车 这条路上走了这么久 因为大部分的苹果 苹果粉都认为你会成功 十年了 大家都认为说 将来会有一辆苹果的车 很期待 对是很期待 结果竟然没有了 而且是彻底就消失了 那个单位就解散了 这个对于果粉 对于苹果那种迷恋 会不会伤害 我认为伤害是很大的 不只是电动车 而是整个产品的本向上 你刚刚讲的 就是他整个iPhone的生产圈 iMac的生态圈 MacBook的生态圈 目前不但这个圈内的创新 看起来没有太大的亮点 更重要的是你跨出了这些产品 他找不到 我们英文叫做 next iPhone size opportunity 就下一个iPhone等级的创新型产品 对 就目前看不到 原本指望电动车 原本指望穿戴式的新的科技 可是目前为止 这一些都还没有办法 他的穿戴式的退货率也这么高 对 就是这个都很现实 我买来玩一玩 可是你说他会不会成为 我的生活必需品 日用品 不会 谁 我说实在那种穿戴式 我怎么想都起来 就谁会那么无聊 平常会把那玩意儿 带在这些头上 不要说呢 带多久 带半小时好了 我都怀疑 那不太可能 所以拿再炫一炫 炫耀一下 他跟其他的手机 或者是iWatch 我认为iWatch都还算是成功的 因为他跟你的健康管理 跟你的手机的联动 这些都还OK的 所以苹果在他的 在他的 在他的电动车 在他的穿戴式装置退场 尤其电动车 我认为市场低估了 他对于果粉热情的伤害者程度 原来大部分的果粉都认为 我将来用苹果的手机 他就是我电动车的钥匙 上去了之后 我自动的 他就跟整个系统串联在一起 我在家里的iMac 没有完成的工作 上车可以继续做 对 就是他的系统 是整合在一起的 这是现在 反而现在呢 华为的鸿蒙的系统 反而比较有想象的空间 最后呢 才是去年8月28号 华为大复活 对于呢 整个的市场的生态的打击 就是既然有一个企业是美国呢 请全国之力杀不死的 这个对于美国的高科技 我想美国的高科技啊 我说实在 你从历史上面来看 美国的高科技 其实都很不要脸的 就是当他很强的时候呢 他就自己来干你 可是呢 当他不太行的时候呢 他就回头去跟他爸爸哭 叫爸爸来保护他 都一样啊 过去的英特尔等等 都一样啊 就是都要 都要爸爸来保护他 你看到的现在的 现在的苹果 甚至于Tesla Tesla在干什么 Tesla在跟美国的政府呢 在在祷告 在求饶 你要保护我 你要提高关税 不然我们都会 都会都会死 都一样 好 我进广告 回头 回头之后呢 继续跟沈云聪聊 今天呢 苹果跟Tesla 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 阿非得莫阿非得早餐 我是谭亚龙 来今天星期三的时间 沈云聪的时间 我认为苹果最大的危机 是我觉得果粉的忠诚度 在动摇 是 这个是他最大的危机 如果他的i16出来的时候 仍然拉不回果粉的那个 他不是买多少的问题 而是那个热情 那个呢 碰到苹果 就疯了的那种的感觉 那个温度已经消失非常久了 而且再加上 如果大家没记错 i15出来的初期 又有电池过热的问题 然后还有 又被网络上发现一些瑕疵 这个其实 对当时的i15销售来说 都蛮伤的 这也是为什么 从筹资的角度来说 他有两个因素 也是对他很不利的 第一个呢 是他目前的本益比 你可以看到 他已经来到了 25、6倍了 等于是目前七大门派当中 第三低的 换言之 也代表着市场 对他未来高成长的预期 其实不是那么看好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Apple你看 一下子市值 现在曾经一度破三兆 然后到现在跌成这个样子 过去呢 对很多的 特别是大型法人投资者来说 是把它当作 是一个既sexy 又抗跌的好的标的 可是现在 他的抗跌力 被大家打了问号之后 他也不再像过去 你刚才讲 什么年轻人使用他 觉得他 不再那么忠诚了 股东其实也是一样 也不再 以前 我是苹果的股东 走路都有风 但现在对有一些投资者来说 是开始态度保留了 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的确是苹果很大的挑战 你说他是不是构成危机 目前当然还不至于 他毛利还在 或获利还在 是没错 所以我说我们要回头讲说 是不是很大的危机 我觉得不至于 但他的确是就长期来说 他如果没有在进一步 更好的亮点出现 然后让投资跟消费者 有别的更多的亮眼的选择 那他麻烦就打了 对尤其是好 不管是苹果 或者接下去 我们要谈的Tesla 他们有一个共同性 就是中国都没有打 打压他 中国都没有打压 相反的中国都欢迎他们 相反的 他们在中国的竞争 对对手都备受打压 不管是华为 或者是中国的电动车 在美国都备受打压 所以他就变成一件 很莫名其妙的事 你一定要怪中国 都没有办法 今天在世界上面 要发生一件事情 没有办法跟中国扯上边的 要怪到中国身上的 不太容易 那这两家企业都不是 所以苹果现在遇到的是 我第一次觉得苹果 有老化的情况 他的那种的 那种动能不足 就是没有办法 在不断的去堆叠热情 每次推星期的时候 大家就想去排队 我现在在看 就是i16推出的时候 还会不会有那种 排队的抢购的热潮 那个热潮是很现实的 就是一旦那个热潮不见的时候 你知道人都是追逐时髦 追逐热情 大家都是往人多的地方秤 每个人都都喜欢排队 排队地方呢 就就有灯光 就有话题 然后呢就有可以 自己在网络上炫耀的地方 我拿到第一台的苹果了 我来开箱 连开箱的热情都没有的时候 那那苹果呢 接下去就很麻烦了 Tesla Tesla这两天 当然又成为全球新闻的交流 我刚来录音之前 看了几个主要媒体 都在财经版的头条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宣布全球要 财源10% 可怕 那这个消息 当然就又引发大家 对于今年以来 Tesla商业模式 跟他遇到的问题的 大幅的讨论 我想跟Apple一样 他的问题也是摊在世界面前的 目前的全球电动车的市场 我们先回头讲一下 他的财源这件事情 就是持平来说 财源百分之十在 现阶段对他来说 也不是太大的一件事情 马斯克他当然后来自己有说 我觉得这种人都是这样子讲 他说我们每隔五年 都会有个大规模的 的这个重整 来调整我们的人力配置 来迎向下一个五年 在科技上的挑战 这就是他的说法 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大幅裁员 跟过去两年 应该说过去三年的大幅扩张 有很直接的关系 除了2023年 他的人员增幅着10%之外 其实你回推 他在2022年 是增加了三成的能力 回到2021年 还多增加了四成 也就是在疫情期间 他增加了先是40% 后来在40%的基础之上 又再增长了30% 所以在全球的人力 是大幅扩重的 那你知道 我之前在节目讲过 美国这些大科技公司 你不要看他 哇好像真人很积极 然后里面一定是管理 非常良善的样子 不是的 其实你到网络上 就会看到很多 这些高科技的公司 他找人 就是找个面子 找个气势 他抢个人 抢在前面 但他不一定 把你唐湘荣挖角来了之后 他有工作给你做 所以过去这几年 其实当然不是只有特斯拉来讲 美国很多的 像Meta这种公司都一样 人才 他觉得你不错 挖来了再说 给薪水 小事嘛 他反正是口袋很深 现金这么多 但是做什么 不知道 所以造成很多年轻人 他原本满怀期待 来你公司上班 很希望说 能够一展长彩 结果来之后 发现没事做 在特斯拉里面 其实也有这个现象 我碰到一个 朋友的小孩 年轻人 那毕业没多久之后 就到细谷去工作 也谈不上蛙 反正就是找工作 到细谷 我那时候年薪多少钱 他说20万美金 20万 算算那比我 比我都还高 天哪 20万美金 就六七百万台币了 对啊 20万美金 但是去年的下半年 就被解雇了 到再问 那我说 你在干嘛 这种例子 对就是你知道 就是说一个年轻人 他突然间呢 年薪 20万美金 跟我们这种打拼了半辈子的人 差不多 你知道他对他的生活影响 他会觉得他这辈子的钱 就是这么的简单 所以过的就 我不是灯红酒绿 就是租豪宅 还没租豪豪宅 然后呢 放假的时候呢 就是滑雪 跑趴 然后呢 去很好的地方 去度假 然后年轻人 就反正呢 喝红酒 过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 他一年多久 就不见 那但是 你要真的问他说 你当初凭什么 拿20万 然后突然间又不见 他也讲的 讲不出出来 他也不知道 就是公司未过 为什么 他觉得大家就是应该 都要有这样的薪薪水 待遇 你要知道20万 其实在美国 美国现在呢 他的人均所得 大概六七万 20万仍然是很高的 对 但他们就这样 可是怎么被聘进去的 怎么出来的 自己都讲不出来 所以啊 但有一些美国年轻人 我看到他们自己 有些人在网络上写文章 我脑袋还算清楚 所以他们经历了这一波 大概就看见这些 很有名的 大家很敬仰的高科技公司 内部的真正的状况 所以他其实就 我觉得某种程度也醒过来 我看到有人说 所以就有些人干脆 那我知道了 以后避开这样的公司 因为虽然他给你很高的薪水 然后你第一时间觉得 哇 我这么年轻 这么成功 可是出来之后 那个挫折 让他们又醒过来 但无论如何 对这些高科技公司来说 我觉得 还是会这样子 他不是第一天这样 这么多年 反正景气好 我就搞个扩张 然后行情不好 我就给你们拆掉 对我来说 反正这是家常便饭 他不会去考虑 你刚刚讲的 哇 这么多年轻人 这么年轻 本来很相信 你聊得本意搞死 他不许理这件事情 但现在对特斯拉 他们这些 这几家公司 包括Apple在内 他们自己的麻烦 才真的很大 特别是像电通车 这个产业 现在看起来 我们之前都讲过好几遍了 中国电动车 在去年的车展 让西方的汽车产业的记者 都吓坏了 你看他们整个 从电池的供应链 到充电桩的普及 但都是美国市场 远远追不上的 这也是造成 现在欧洲 每进口十台电动车 只有三到四台 是中国制造的 那当然在中国制造的 有一些是比亚迪 中国的品牌 没错 有一些是小 欧洲合作的品牌 对 因为发现 你在中国的工厂 你整个生产线 比在 你看特斯拉 说在德国 说在墨西哥 困难点 障碍点 断点都少非常的多 所以你在中国生产 毕竟都是比较有利的 那特斯拉 你看今年 当然除了裁员这个新闻之外 在裁员之前 就已经传出 他第一季的业绩 很难看嘛 你看到今年Q1 交车量不到39万台 不到39万台的意思是 比去年同期 还少了8.5% 电动车是一个成长中 大家都觉得 未来会爆发性的产业 所以现在这几年 你就算成长个百分之 不到两位数 都是很大的问题 更何况你特斯拉是衰退 百分之8.5% 为什么 好问题啊 今年 所以你看 我讲为什么 之前我们先跟大家再整理一下 刚刚的 我们讲的股价 今年蒸发了三分之一 大家知道吗 2021年 你的好朋友 买特斯拉的时候 他最高的市值来到 一兆两千亿 现在剩下 五千五百亿 剩一半 可怕 剩一半不到了 那特斯拉的原因 我觉得你也不用问为什么 我想你一定也知道 几个大的原因 包括 中国电动车的全面工程率 你看最近这个小米 没有错 网络上好像看到一些小米 车子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 比起特斯拉来说 恐怕是小屋见大屋 小米毕竟 我有预期 小米是过去跟车一点关系 可是当他推第一辆车的时候 不管是在价格 或者 因为通常我们其实电动车 除了设计 除了装配 这些的问题之外 其实我们主要就看三个数字 我说他这三个数字很有吸引力 他的电池的续航力 他电池快用完之后 他充电的数 六七百公里 对 那个是基本款 他的高规的 到他的Max 到他的Pro的话 可以到八百多公里 他的充电速度非常快 充电效率非常好 再来就是开电动车 大家很在乎他的动力表现 因为他在像跑车在致敬 所以他的起速比超跑都还要好 就是这三个数字 都让人家对电动车的那种不安全感 都没有再加上电池各方面的条件 还有他的内装 所以我觉得倒过来讲就是 我认为小米的SU7的上市之后的热卖 跟小米手机的上一季的热卖 是同一件事 没错 没错 而且很有意思 就像刚刚讲的Apple 我觉得对果粉来说 我很期待有Apple的车子 因为感觉上我就是把我的iPhone放大了 把我的iMac放大 然后我好像科技科幻小说 科幻电影里面 我就做到这个电脑 做这个手机里面 对 你很难想象 就是说你将来的所有的这些 三四年应用AI 所有的网络连线 当我作为一个苹果的使用者 我坐上车 把我的苹果手机 像一个插卡一样 往手机一插 他就自动的把整个的车子 都设定成了苹果的环境 跟我原来在手机上面一模一样 他跟我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那种人机体的感觉 你想着很爽对吧 但现在小米在做的是这件事 小米还是差了一些 所以你想象 你会想象小米什么 小米的吸尘器 就觉得我坐在吸尘器里面 但但anyway 他他就是一个 一个从家电出发 然后让你对他的简洁 他的方便 他的便宜 产生直接联想的一款车子 你知道我最近有一种 有一种新的讲法 就是说我说 未来未来大陆人 大陆人的生活空间 就在华为跟小米之间 什么叫华为 就是小米是不断的 把所有东西的价格 往下压的 华为是把所有东西的价格 不断往上面推的 华为能推多高 小米能压多低 你的所有的生活空间 就在这里面 就是你看华为 现在华为是很敢于 就是在价格上面拉高 他的独一无二 所以他就跟你拼了 那小米不是 小米是把什么东西呢 都尽量往下 但是又好用 OK 所以这中间的空间呢 就是你的生活空间 所以如果 同样的就是他的竞争对对手 如果不能够在华为 跟小米中间 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大概就没有机会 你刚刚这一番话 其实也就映照着 特斯拉目前遇到的困境 因为要知道 我们有时间接受 OK 好 我进来广告好了 广告回头之后 就跟沈云聪聊 飞银幕网 飞铁早餐 我去谈家楼 来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沈云聪 再来 其实 刚刚我们聊天的时候 你说 像特斯拉这种 曾经一度的霸主 然后今天怎么突然 变成这个样子 门前冷落车马戏 但我觉得这个霸主 也是要打个问号的 因为这个霸主 是实力呢 还是 还是 是实力撑出来的 还是 就是 就是 宣传 对出来的 我觉得 我觉得后者 是 战比比较高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其实不是只有 特斯拉 美国还有其他的几家 很有名的 当时也 IPO的时候 一度很红的 都觉得这是 未来的明日之星 还记得吗 一家叫Lucid Motors Lucid Motors在2017年 创业 后来IPO之后 市值一度高达900亿 另外一家做货车的 一开始就是说 要做货车 叫Rivian Rivian也是2009年创立 市值最高 来到1500亿 900亿跟1500亿 代表什么 代表它超过福特 市值比福特还高 可是 它创下这么高 价的时候 2021年 大家知道吗 福特当年 卖掉了400万台 车子 刚刚讲的Lucid Motors 卖掉多少台 125台 然后Rivian卖掉多少 好一点 920台 这那种梦 就是就把人变得 就是每次的资本主义 真的很会炒作的 你相信我 就是他会把 把一个 唐湘龙描述成 金城 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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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就出现 幻幻觉 当他开始说呢 当他开始说 沈云冲很帅 你多看两眼的时候 你都觉得对 沈云冲的 其实真的是很帅 我以前怎么都 都没发现呢 就会出现这种幻觉 可是我觉得Tesla 跟苹果 他终究是有他 他作为霸主的基础 条件 就是说 因为他们当初推出 他们的核心产品 他都是unique 没错 不管是触控式的 这样的一个手机 iPhone 一个全新的时代 导致了今天的 我们的所有的3C环境 侧头侧尾的改变 苹果 同样的在电动车 一个呢 纯电的时代 那个呢 仍然是呢 Tesla带头的 要感谢他的带头 对 再加上呢 他的那种的 无人的 无人的 就是自动驾驶 那个也很有科技想象力 所以这些呢 都是unique 比其他的来讲呢 还是要落实好 很多时候说 苹果中就有很大的销量啊 Tesla中就也还是有很大的销量啊 这个呢 跟其他的那种 没有销量 纯粹在炒作梦想的 还是呢 不太一样 但不管怎么讲呢 就是说这两家的企业呢 现在都遭遇到了 结构性的困难 对 结构性的困难 其实有几点啊 包括第一个 还记得吗 特斯拉刚出来走高家路线啊 走高利润路线啊 但现在看起来 群强并起 对 不只是新创的新的品牌 还包括各种的老车子 都都推出电动车 虽然大家计划快慢不一 可是它也代表着 你过去这种高利润 高定价的策略 要活下去是越来越困难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不一定现在所有的车厂都一样 你要赚钱 你必须达到某种的基本 我们叫critical mass 一个关键的量 那这个量一般来说 你必须是连产五万台以上 否则你很难达到 应该要有的利润规模 但现在很多的厂是相对困难的 要么缺这个 要么缺那个 所以很多的厂 要么花太多时间开始量产 要么花太多时间去推出它的新model 所以导致不只是 我们刚刚讲特斯拉 其实美国的其他车厂 中国有一些 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你 你现在大家都强的推新品牌 你其实你的新的款式 下一波要怎么推 都是很大的麻烦 所以以前未来 我觉得我们之前讲过 1920年代 1930年代 美国的汽车产业 就刚开始也是情容并起 当时很多的品牌 很多的款式 现在完全不复可闻 已经走进历史里面 现在看起来也是 目前可能声音很大的 品牌广告做的很多 搞不好多数是活不下来 而且特别是在美国 在欧洲 生产的环境 生产的条件 我看到经济学人这一期有说 恐怕除了中国之外 很多都会活不下来 因为大陆的很多车厂 看起来创新很厉害 很厉害 再来第二个 他们的电池的科技 整个电池的供应链 也相对是稳定的 对 也很厉害 你说他有政府补贴 等等各种的因素都好 但无论如何 他生产出来的最终价格 是最有竞争力的 对了 将来可能 可能就说除了 除了大陆的电动车 跟Tesla之外 能够活得下去的 大概就欧系德 德系的电动车 德系的电动车 像宝马 宝马第一季 其实卖的还不错 其实我有去看他们的车 我觉得 这些的老厂牌的 宝士跟宝马 你发现他的电动车当中 我觉得他快要走出来了 他原来的 原来的品牌的实力 再加上他在这方面的投入 我觉得他快要走 走出来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就在我们这做节目的时候 德国的总理肖 肖之在大陆访问 他在大陆访问 这个过程 然后你注意他的讲话 他对于德国的电动车的态度 是乐观的 就是其他的欧系的电动车 我认为都没机会 德系是因为跟中国的合作太深刻 所以我认为德系的电动车 还有机会 好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们来谈一个小话题 夏天到了 就是要不要穿制服这件事情 这个对企业来讲是一件事吗 现在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工作 是有穿制服的 台湾我们有看到统计 但我相信大家凭印象 应该有三四成跑不掉 星巴克有没有制服 餐厅有没有制服 鼎泰峰有没有制服 有 就是然后有一些白领的工作 银行有没有制服 法官有没有制服 有啊 就是目前很多的行业 都还是有制服的规定 但制服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不好 比方说第一个 我们在学校的制服的讨论上都看到 有人觉得应该啊 因为简单方便 孩子们不用花时间去打扮 去找衣服穿 然后去了学校也不用鼻子比较 你的衣料 像今天唐香蕾居然是穿西装 很高级 然后我就训掉了 然后而且 穿上制服就压抑了个人的自主性啊 压抑了个人的特色 所以这个都是对制服的批判 所以在职场上 你硬逼员工穿制服 是什么意思啊你 所以这是有一些公司 或者有一些人 反对穿制服的原因 但是呢 穿制服也有它正面的功能的 因为第一个最实际的 它方便辨识嘛 你在餐厅里面 你看到穿制服的 对你就知道它是服务人员啊 对你到银行里面 你出去走 然后第二个展现专业啊 因为要不然 有些人穿红的红层黄绿蓝电子 但如果有一个一致性的品牌识别 对企业来说 我觉得这一点通常是决定要穿制服 在设计制服的时候的企业的 最主要的考量了 当然还有一些工作 有一些制服的设计 是跟他的工作有关的 比方说你去顶台风看 那个他们穿的衣服 一定有个口袋 然后插满的笔 对对对 之类的啊 我会谈这个题目是 我上礼拜的podcast里面有讲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一直心里记得一件事情 很多年纪我买房子的时候啊 我还记得有房屋仲介 是朋友来的 然后那天夏天 我看他每次来跟我见面 都要穿着西装 然后搭着领带 然后但是那个领口 欧尾是湿的 然后脸欧尾是满头大汉 都是有的 一看就像众介 我都看了都于心不忍 我其实那时候就一直很想说 你们有认识哪一个众介公司老板 可不可以拜托 不要再要求你底下的 第一线的业务 在大夏天都还是一定要穿着西装打领带 就没有说穿西装打领带 有以上我们刚刚讲的穿制服的思考 品牌识别啦 展现专业啦 但是我眼前的这个 这个穿着西装的仲介 一点都没有专业感 因为我很好的朋友啊 所以所以我 他也当然很诚恳的认真 我也很喜欢他 但是那个我喜欢他 跟他所展现的专业 跟他的穿着一点关系都没有 相反的 我希望他给我穿一台 非常简单的T恤 或者是Polo穿就好 他那个穿西装简直是扣分 就满脸油油都是满头大汉 哪里有专业啦 不然你那个朋友可能比较特别 因为很多的老板或者说服务 特别是服务业 跟人接触的服务业 我想穿穿制服 他是倒过来 他怕员工的衣品太差 就是就穿的呢 拉拉拉拉拉拉拉 可以身为衣品很差的 我当然可以理解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怕他你要定制服可以 可是你应该去去设身处地 去想一想穿着制服的 这个人的感受 对啦 就是英时英地 还有天气 对 台湾这这么热的天气 然后这些业务都要往外跑 对 夏天你还要他穿着西装 打领带在外面跑 那个太辛苦 你还记得吗 就像美国航空公司一样 早年也都是 哇必须穿的很正式 这些空袖都要穿着西装外套 打着领带 甚至有些打领节的 但现在哪有 像你看那些连家航空公司 他就是有casual 你要展现很干净 让令人愉快 的效果 这件事情可能比 呃 展现 哇一定要很高级 这件事情来得更重要 所以你看 一个简单的宿舍的Polo衫 呃 穿着整齐干净 呃 散到不会满脸油光 不会满头大 因为他穿得舒服嘛 你不觉得他心情好 他的工作效率也更高吗 制服是一个 可以讨论不完的话题 就像政党 都要都要有颜色 有制服 军队 学校 都都都会有 有制服 很多的服务业 都会有 有制服 他他除了一种的权威 除了除了一致性 团体感 好辨识之外 他在人的心理层面的影响 是非常微妙的 对 我们下次再来聊 好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声音中 感谢 谢谢 来进广告 回头新闻